诸地迁都是不是个错误的选择 从结果上来看是正确的 否则至少是北京 就是幽州啊 早早的就被蒙古什么的来回攻破过多少回了 便于对抗草原 但不利于控制南方 不过明朝整个历史上 南方也还行吧 没有出太大的问题 除了经常被倭寇投 那倒是 就如果不迁都 南京是首都 那绝对不可能容忍 沃寇就在南方来来回回的 那么破海百年的 你要是在南京呢 南寇的问题应该会解决掉 但是北鲁又很难解决了 这明朝的一大难题就是南寇北鲁嘛 变质了南方的发展 就以明朝这几个皇帝的统治水平 他在哪限制哪的发展 他不在哪哪的发展还能强一点 说实话就迁都之后这么些年 北方包括北京 没太感觉出有太大的发展 反而南方还不错 陆逊的军事士兵 在我看来三国第一 如果三国你挑出来一个最接近军事天才的人 那就是陆逊 大家有兴趣可以细看陆逊打的那几场仗啊 逻辑极其的严密 就陆逊打仗跟那谁啊 其实是一个类型的 算的非常的细 先立于不败之地 这点其实跟韩信也很像啊 就是我的计谋不行 我也可以全身而退 而且呢 我的计谋行的概率也很大 他都是这么打仗 大家想陆逊打过败仗吗 没有 只有平 有人就说呀 陆逊打不了进攻战 在三国的稳定时期里 谁打赢过进攻战 从敌人手里扣下来过以怪领土的 谁干出来过 是不是一直到三国后期 灭属和灭无才出现过这种事 在三国相持时期 没有任何一个人 拿下过对方一块比较重要的领土 这诸葛亮五毒音频 大家别觉得五毒音频 这种兵家不争之地好像不算啥 但是你放在整个三国制的历史里 诸葛亮拿下那么两块地方 就已经是罕见的 进攻方取得战国的战力了 陆逊呢 他在进攻上取得的最大一个成就 就是在哪建了一座城来的 在什么地方我记不住了 就这种战绩 你在人家家门口 就等于是在一个非常重要的边境地点 你修一个要塞 在三国相持阶段 这个已经是进攻上的巨大成就了 对刘备输给陆逊一点都不原 刘章时期老百姓生活比蜀汉更好吗 刘章时期啊 他呢是不对外打仗 但是他有一个什么毛病呢 法令松弛 有的时候啊 咱们会有这么一种直接的观感 说法令松弛好啊 那不护害老百姓啊 但是大家想想 法律不严 执法不严 对谁有好处 大族啊 地祖主啊 这些是所谓有势力的人 也有人说刁民啊 违法者啊 对 这些人属于违法乱纪的人 那谁是真正吃亏的呢 是守法的好人 就像咱们这样的 老百姓其实难受的 总之吧 不能说刘章那会儿不打仗 然后就觉得四川的老百姓过得好 好 好 好